中国最近宣布将在今年3月出席两会的政协名单 人们注意到过去两会期间许多最受关注的红色后代 如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 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玲 前总理朱镕基的女儿朱燕来 邓小平女儿邓南等人都纷纷落选 此前的中共十九大也有多位红色后代落选 如李先念女婿刘亚洲 胡耀邦女婿刘小江等等 那么作为红二代的习近平在集权的同时 其他红二代为何纷纷从政坛消失 这些失势的红二代官二代 是否足以形成威胁习近平的政治势力 今天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好的 陈伯宫先生 今年3月的两会即将召开 从中国宣布的政协委员名单来看 从前很多被关注的太子党红二代委员 这次都落选了 我想请您先来跟大家盘点一下 这些人都包括谁 他们落选你觉得主要是原因是什么 我想这个落选的过程从19大到今年3月 这是从党务系统到政务系统同时在进行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看19大的时候 众多的太子党和红二代的这些人物就被排除在外 比如说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元 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 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女婿刘小江 以及前这个守卧军权的那些人物 比如说什么张海洋 吴胜利 还有其他一些军头 然后再过来 再从党的19大到今年两会 还有一些人物被排除之外 比如说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 朱德的孙子朱和平 以及邓小平的女儿邓兰 陈云的儿子陈元 这些都被排除在外 实际上这些红二代太子党被完全排除在外 我们可以联想一件事情 一个是古代的帝王之争 帝王之间争夺最厉害的反而是兄弟之间 反而是同中之间 亲戚之间 什么晋朝的八王之乱 什么明朝的朱棣多权 争他侄子的权利 还有当时三国时代未贵国 朝家所发生的那种事情 曹丕逼弟弟欺步赴施等等 所以一直到现在 今年 我们看到这个横向来看 沙特阿拉伯所发生的反腐风潮 这个反腐的风暴就是 掌握实权的王储 对其他王子进行清算 逼得有的自杀 有的逃跑 有的家族全部充功等等 所有这些都说 这个证明中共从纵向比 是一个专制王朝 从横向比也是一个专制王朝 在专制王朝上必然发生的事情 就是握他之策 启动他人酣睡 所以说习近平采取 在挤压团派重创江派之后 第三个动作就是排斥 太子党和红二代 好的 横和先生 当然也有一些人 是从比较正面的方式 来分析这个红二代 官二代的落选 他们认为这个体现了 习近平新的这个用人思路 比如这样多维 这样带有一定官方背景的媒体 就这样分析 那么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呢 多少有一点吧 因为在这之前 我们知道江泽民治国 包括这个胡锦涛时期 还是这个江泽民的规矩 他基本上属于这个 叫做腐败治国 就是用腐败的方式治国 那现在反腐 实际上就改变了江泽民时期的 整个这个治国政策 所以用人方面 也会相应的有调整 那么但这些人当中 其实他是分不同的类型的 并不是铁板一块 比如说刚才你列举的这个朱镕基 朱镕基就不能算红二代 他只能最多算官二代 朱镕基的女儿 只能算官二代 那么另外红二代 这里头呢真正的红二代 其实并不多 很多是红三代 就到第三代的已经 第三代的威胁 对于这个习近平来说起 不是没有的 就是说实际上呢 就是这个红二代啊 大部分在改革开放以后呢 都下海经商去了 那么在下海经商以后呢 他们实际上已经远离了权力了 当时这个红二代当中 所谓红二代应该是第一代 打江山的 后来建政的时候的高级领导人 他们的子女才能叫做 这个太子党红二代 那么这些人呢 实际上真正从政的 只有三个人 就是习近平 薄熙来和刘元 只有这三个 那么这是同辈的 同辈的呢 按照刚才陈破空讲起来的话 那当然同辈的就有威胁 但是呢 这个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这是第一 然后呢 这个其他的这些人呢 长期远离政坛 实际上他们的政治影响力 必然会减少 这个是没有疑问的 这就是为什么 有一个人从政的话 他就会成为太子党的头 比如说当年这个曾庆红 因为他在位置上 所以他就成为太子党的头 不然的话 其他太子党是没有发言权的 他在那个里面没有发言权 所以实际上 能够对他造成威胁的 确实很小 那么他的思路改变呢 从现在可以看来 第一 就是原来太子党当中 当然是少数 但有一些人呢 是舆论的目标 而这些舆论的目标呢 就是比如说政协 政协和人大开会的时候 两会 人家最关心的 实际上是雷人提案 还有呢 就是一些丑闻 你比如说 这个毛泽东的孙子 是被人家取笑的对象 那个李鹏的女儿 那个服装 是被人家关注的对象 像这种情况 显然习近平是不想让 这个再发生的 因为对太子党整体形象 就是对中共的这个整体形象 也包括对他自己形象会造成威胁 所以这种情况 你看这批是这种类型被删掉 被取消掉的 所以我认为所谓用人呢 当然这个呢 他不改变整个政权的性质 他只是说个人的喜好问题 就在现在可能这种现象 已经不能被容忍了 这个呢多少有一点呢 改变江泽民时期和胡锦涛时期的做法 就是在排除了他们的人事影响力以后呢 在排除他们的这种政策影响力 好的 我想刚才恒河先生说的很对 就是这些红二代太子党各种有不同的 那么我们就这样把为了讨论的目的 就都把他们统称为红色后代 那么我们知道这些红色后代 多年来聚财念财的这个丑闻 确实不断 而且很多都知道 中国最大的富豪巨豪金融领域等等 都是跟这个红色后代有关系 那么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您觉得今天他们的这个退潮 和这些一直不断的这个丑闻有没有关系 是不是也是这个习近平反腐的努力的一部分 对首先呢我不认为习近平反腐了 真正触及到了红二代或者官二代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习近平的反腐了 他的那个刀了和斧了是砍向更多的 所谓我们说的就是平民那个寒门出身的这些官员 第二呢就是说对中共的统治了 如果我们仅仅看他所谓的人事上的这个血脉的这个传承呢 当然许多其他人他不可能成为太子党了 因为习近平的话他作为太子已经那个继位了 当然还不可能有其他的太子党了 所以就是说这种血脉的继承了 逐渐的会淡化 但是整个中共的这个精神的继承呢 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另外有一点呢 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现在是越来越的那个就是交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了解中国的那个权力了 就不仅仅只看他的政治的头衔和职位了 另外有大量的这个财富的这个聚集 后面呢有就是红色的这些后代呢 他们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 他们对中共整个权力的影响 这一点呢并没有任何的消失 相反呢我认为因为红色的这些家族呢 当然有受中国的独生子女的影响 过去的话他们一般是一家呢 有四五个儿子 那么这样有个分工 有人去当兵 有人去从政经商 那么有人呢去做文艺等等 但是呢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呢 大量的这些红色家子的子女呢 首先就是开始去捞钱了 所以说钱比那个权力的这些表面上的这个头衔呢 更重要的时候 而且很多他们已经把另外一只脚迈出了国门 家族呢他们的财富和人员呢 已经分布在西方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就不能简单的从那个头面上 表面上的这些人员的部署呢 来看红二代的权力的影响 而且我相信呢 如果中国以后有权力真空 他们还会用他们手中的财富和关系 继续控制中国的权力 好 陈破公司 您刚才提到这个太子党另外一个指标性人物 就是薄熙来 那么薄熙来呢 曾经和这个习近平争夺这个最高的权力 你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一个习近平忌讳 其他太子党人物或者红色后代的一个原因之一呢 是的 这就是起点 这就是导火说突破点 实际上习近平排除太子党和红二代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2012年薄熙来事件 由于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 这个叶奔委领馆 然后导致这个薄熙来倒台 这个习近平可以说消除了心头大患 因为当时他们的父亲习仲勋 波一波都是副总理级别 都是政治局委员级别 可以说旗鼓相当 他们的后代在真卫 所以薄熙来当时摆出的架势 为什么是你不是我 为什么你能为什么我不能 而薄熙来聚集了很多的党域 制造了一个重庆模式 如果薄熙来真的进入政治局常委 当了政法委书记 我想对习近平会构成巨大的牵制 甚至是夺权夺地都有可能 所以说这是第一阶段 薄熙来倒台被判处无期徒刑 被判处无期徒刑 就可以证明习近平是想把他踩上这脚 勇士不得翻身 把这个政敌 第二阶段就是十八大之后 习近平还是有计划的排斥太子党和红二代 那么就包括了当时说 在军中盘复给他离下汉马功劳的刘元 都被他排斥 调到人大当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小组的副主任等等 包括当时被排斥的刘元刘亚州 以及事实上大家要注意到一个事情 十七大到十八大是太子党全面上位的延待 中国的陆海空三军都被太子党 要经被太子党所占据 比如说刘元当时是总后勤部政委 那么这个刘亚州是国防大学的政委 那么空军司令员马小天 他是太子党 那么这个海军政委刘小江 是胡耀邦的女婿 还有就是这个海军司令员吴胜利 是以前那个浙江省委书记 这个叫吴县的儿子 还有这个张海洋二炮的政委张海洋 是原军委副主席张正的儿子 可以说军权全部归于太子党 让习近平非常害怕 习近平是跟古代一样 因为古代的这个一旦要反这个王朝 他会在这个同 因为中国实行是集体实习制 北朝鲜是家族实习制金家 中国是混合的集体实习制 太子党红二代本来原来准备集体结拜 但是习近平一看 反习势力会拿这个做文章 反习势力一旦反他 就会在这个王楚中另外找人来扶持 就跟当年扶持薄熙来一样 说不排除说我刚才跟那个横侯兄的看法 有所不同 不排除在红二代红三代中 找人物来代替习近平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习近平把这个太子党呢 军头啊太子党全部靠边站 后来我们看到莫名其妙 这些人全部消失了 不仅没有升反而退 民生暗将 然后或者是这个解职 或者是年龄 最离谱的最奇怪的最大的看点是 马小天 就是空军司令员 他是在2017年8月 跟着这个这个防风辉 张阳 杜恒元 这几个上将一起被解职的 跟着孙政才之后被解职的 就极可能马小天参与了政变 由于他是太子党人物 被网开一面 靠边站而已 没有被法办 所以这个就说明 太子党里面也有这个跟其他派系 合蒙要推翻这个习近平的 所以这是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就是十九大号 那个两会了 习近平是让这些太子党和红二代 门都不要进 不是因为他们的贪腐形象 谁都贪腐 什么叫红二代两有不齐 团派就两有齐吗 江派也有两有不齐吗 也贪腐吗 不是因为他们形象不好 不是因为贪腐 恰恰是因为习近平 要把他们全部扫地出门 要一人独大 习近平真正的权力基础 现在不是太子党 是习家军 他重创了江派 排挤了团派 然后轻手 瓦解了太子党 这就跟那个宋朝 开国的这个宋太祖 赵匡英 背九十兵权 他用的是背九十兵权 这个柔道一招 手一手瓦解了这些 好我想听听恒河先生 对于刚才 陈伯国先生这个看法 就是他说17到18到 确实是我们知道 这个红色后代 一度在军队中 有很大的影响力 他刚才提到的 刘元刘亚洲 都是这种例子 那么有的人 还真的是协助习近平 在军中反腐 但是习近平 让他们一一退休 那么你觉得 他的顾力主要是什么 对 我个人觉得 当时威胁最大的 还是这个 就是薄熙来和刘元 就跟他是同一代 从政的 相对来说 就底下 因为现在并没有把 红二代整个 这个在军中完全清掉 要完全清掉 可能性也不是这么 也不是这么容易的 但是呢 确实存在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就是习近平的 这个党内的合法性的来源 这就是为什么 他忌惮这个刘元和 这个刘元和薄熙来的 原因之一 就是说他们的党内 合法性的来源是一致的 就是都是来自他们父辈 而不是其他的地方 虽然他们是 而且他们同时都从底下爬上来的 这一点来说呢 确实是一个危险 就是说中共它实际上系统里面 自己到现在为止 它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接班机制 就是说这个在民主社会嘛 大家就是选票 不存在接班的问题 那那个北朝鲜呢 它实际上就是 就是血缘 血缘关系 就是血缘继承关系 那么这个倒也是定下来了 他就是 就是他儿子 他儿子就孙子 所以只要是血缘 这就是为什么 金正义要把他哥哥给杀了 血缘关系 那 那这个中共呢 到现在为止 你其实看下来的话 它没有一个规律 那么没有一个规律 没有一个合法的规律 就是党内用合法的手段 来推举出这个领导人 这一点 他可能是忌惮这个太子党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太子党跟他 相有同样的党内继承权的 这种合法性 好的 夏明教授 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的 从政治上经济上 冻到很多这个红色后代的这个奶酪 你觉得在 整个层面 是不是会造成一个广泛的不满 那么这种不满 会不会导致这些红色后代 形成一种 能够足以威胁习近平的这个政治势力 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听听您的分析 尤其是您刚才说 很多人实际上在金融领域 经济领域 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势力 对 因为你看到就是说 红二代里边 或者官二代里边 他们确实矛盾也很多 因为他们之间相互在争利 而且因为中国 现在从政权 就是说去抢那个刀把子 枪杆子 那么也进入到那个十字的阶段 就是那个抢钱袋子 他们相互之间 其实他们的白手套 也在相互的争斗 所以目前的许多的反腐 或者去并购其他的企业 或者把其他的企业家 有的给打倒 把财富给掠夺过来了 其实很多也有高层的这些斗争 那么今天中国 他不仅是说经济在下滑 而且社会危机在增加 那么所以对这些高层来说 一个问题在于 有的人的奶酪肯定一定会被动 那么另外就是说 习近平的话 他怎么样维持他的统治 现在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当然要稳住他的政治权利 那么所以他现在 我认为就是习近平 他在过去三十年的时候 本身他的精神就是因为受挤压 所以他离开了精神 他就从底层来干起 所以就是习近平在太子党里边 对这些其他的太子 恐怕并不是他并不是老大 其他的人的地位可能比他还高 当然他有这种怀疑心理 那么也有这种报复心理 那么当然今天中国 变得了政治经济的 许多的大的危机的时候 尤其是这些经济上的财富 和重大的国营企业 还有许多外贸跟金融有关的 这些企业基本上都被许多的高官 他们的后代给寡分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相信习近平下面一步 一定会更多的去收财权 那么收财权也一定会动到 某些太子党的利益 但是我相信习近平 他的处理方式 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也就是说对其他的平民出身 他可以下重手 但是对太子党的这些人 他恐怕有一种默契 也就是说在经济上 我并不把你的既得利益给剥夺 但是在政治上 你必须去臣服我 所以这就成为新的一种 这些太子党掌握财权的太子党 恐怕会臣服于习近平 来加强他的个人集权的整个过程 好 接下来我念几位网友的评论 一位姓叫吴静刚的一位网友 他认为他说论能力和智商 他说习在红二代中是比较差的 论血统更加不能和毛新宇 以及邓小平家族的人相比 于是习近平利用自己的资源 摆平了诸多的红色后代 另外一位姓陈的网友 他提出他说习像皇帝 但他做不了贤君和圣君 但他模仿雍正就是消灭 这些所谓的兄弟红二代 他觉得这些人对自己是权力的威胁 和未来自己下台秋后算账的防范 保障了未来国家领导人 是由习可以轻易挑选的人 和最放心的人 所以这些观众的看法 跟我们的几位嘉宾的看法 是比较一致的 我想说到这个红色后代 最近有一个 就是最近的一个报道 就是包括大量这个中国 中共将军后代的 这个所谓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 最近被习近平斥责为不复正业 那么这是香港媒体的报道 我想听听陈伯伯先生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中内幕是什么 为什么这件事情 得到这个香港媒体的这个报道 这个所谓将军后代合唱团 那完全是个丑闻 就是由一些开国元老的后代组成的 凭他们的民趣到处去走穴捞钱 包括什么耿彪的这个后代 这个什么这个陈毅的后代 还有这个罗瑞卿的后代等等等等 组成这个团说是居200人 事实上这个习近平赤字他们不务正业 不过光是习近平 薄熙来当时又赤字了他们 他们当时去重庆演出 薄熙来就召见他们说 他们很不专业表演的 这个是2013年才报道出来 薄熙来倒台之后才报道出来 当时报道出来的意思 表示薄熙来对那些红二代不尊重 但是现在习近平又训斥他们 说是什么不务正业 这些红二代就是不务正业 确实不务正业 他们就是八七子弟 他们的确像刚才那个 下面教授也讲了 他们手中集了无限的权利和财富 各个都是富家天下 原来一个统计中国的亿万富豪 一统计下来之后发现大多数 都是红二代或者太子党 而且中国的首富很多都落马 福布斯列的都给打住了监狱 那些都平民出身了 但是那些高干子弟 像王正的后人也好 陈云的后人也好 邓小平的后人也好 捞得盆满不满 五大家族就占了中国的财富 据说是拥打支配的财富 拥打中国的五分之一 所以在那样情况 他们并没有人落马 就可以看着网开一面 说现在红二代太子党 被习近平排除 但是习近平经济上 还没有动他们 为什么没动他们呢 是因为在经济上 去满足他们的 也就是说你在经济上捞 也就罢了 政治上你就不要捞了 靠边站 因为一旦反习势力 这个作祟 那可以说是非常危险 我们都知道汉朝的故事 汉朝被王莽篡权之后 后来为什么东汉恢复 就因为大家拥戴了 汉朝的一个中亲 叫做刘秀 又重新来反王莽 结果就成了东汉 延续了汉朝 又延续两百多年 那个三国的时候也是这样 曹操控制了汉县地和汉朝 结果这个反对派 就拥立了刘备 说刘备有这个汉氏中亲 就拥立刘备来跟曹操这个对立 后来刘备 虽然没有这个推翻曹操 至少也三分天下 有七一 后来曹操之所以 被人家篡位 曹家被司马家篡位 你要有正当理 就是你就是篡位的 你就篡位说我活该篡理 所以说这个 这些古讯对习近平 都可以说是记忆犹新 知道周围的人会给他讲 所以说他在经济上 这些红二代 他是维护他们的利益 而且我们看他双重标准 处理这些平民出身的 这些这些高官 那是毫不手软 法办 军头也是这样 军头平民出身的军头 都被他法办 包括军委副主席 郭伯雄和徐才和等等 但是太子党出身的军头 最多就是靠边站 我就不相信他们没腐败 我想他们的腐败 和参与政变阴谋的程度 恐怕不亚于 平民出身的军头 但是他们一律的是 只是靠边站解除兵权 并没有一个受到法办 可见习近平还是 转着弯的维护 红色权贵的利益 好的 刚才我们提到 许多不少失事的 这个红色后代 但是其中这些 红色后代的明年 这次两会也有一个亮点 那就是胡锦涛之子 胡海锋 在本星期当选 中共人大代表 那么现任浙江嘉兴市委 副书记和市长的 这个胡海锋 是中共十六届 十七届政治局常委的子女当中 唯一一个 现在能够在地方从政的人 我想听听恒和先生的分析 你觉得他为何 能够在这些 那么多失事的 红色后代里面 他能够脱颖而出 您的观察是什么 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胡锦涛的因素 胡锦涛呢 实际上他自己 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野心的 而且他的这个 循规道具 也是很出名的 特别是在 后来裸退的时候 和帮助习近平清洗江派人马的时候 他给这个习近平很大的支持 而且在清到后来团派人马的时候 他也没有作声 所以说这一点来看的话 就是说他是实际上是帮了习近平很大的忙的 第二个就是很多红二代 他实际上这个绝大部分在商界 就是他不存在 并没有从基层干起 这个从基层干起 从政这条路 那么其中呢 有一个模式 就是当时这个李小鹏的 就是政商跳动 到了这个省部级以后呢 在从商界直接跳到政界 这种现象我想以后可能不会发生了 不会让这个赚了大钱的人 再到政界来了 这刚才陈锋红先生已经讲了 肯定是把他们划开来 而从底层这样子走上来的 又不是太子党的 就是说在这个资源上 他远远比不上太子党 政治资源上远远比不上太子党 而他的父辈呢 又是曾经支持过他的 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实际上他不构成任何危险 倒是应该是有一个 如果说他要做出一些 习近平想做出一些榜样来 就是你们要做这样的人的话 那他是一个最好的人选 好的 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 请这个夏明教授来发表一下 就这个话题 您还有什么要谈的 对 我是那个觉得了 就是中国了 那个共产党了 那个和习近平了 现在他们面对了一个 非常大的危机 但他们选择的那个 所有的做法了 那么是在走向那个个人集权 所以了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们不要把他们的许多的安排了 想到了他们是非常有理性 非常是那个布局 那个或者谋划了 都非常精细的 其实他们现在进入一种 非常那个大的一个危机反应模式 那么在这个反应模式中呢 其实他们有的地方呢 在那个相互的内斗 那么非理性的 甚至权力呢 那个会出很多错 所以我们现在呢 那个也应该那个就是 抱着这么一个就是 观点呢 恐怕未来了 他们之间相互的冲突 类似于不可预测的突发性事件呢 我觉得都是有可能发生 所以不要把他们想得太理性了 好 最后20秒 好的 这个被保上去了 这个一个是习近平对胡锦涛 偷偷暴力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胡海锋 是做个样子 让习近平懵混过关 能够延长任期会的终身制 因为假装摆出一个 有个接班人的样子 实际上胡海锋的前途 凶多吉少 好的 我们今天的交点电话节目呢 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 夏明教授 恒河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 这个精彩的讨论 欢迎您到美国之音 中文网站或者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心 祝您晚安 我们下星期五再会